此时此刻 被所有人都遗忘了的腐烂之梦内侧正在迅速崩塌 噩梦在收缩 正在被尽数吞吃 腐梦女王在不断的惨烈哀鸣 大部分躯壳在存世余孽的纠缠之下迅速的消融 可梦境内侧 却还有讨命的小鬼儿在放口饕餮 大口吞食 简直好像在吃不限量的自助餐一样 怀施源源不断的将腐梦内部那些原质所凝结的怪物塞进了嘴里 嚼得嘎嘣脆 他如今的这一具身体是被天文会针对腐梦特殊改造之后再制造出来的事项记录 究其本质 和别西部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比他更加能吃 在经历过魔女之夜的验证之后 被存续院和技术部的那帮创造主进行了疯狂魔改 这次敌人只是腐梦的话 那么靠着工具人怀施就能牵制住他40%以上的精力 但现在 阴差阳错之下却让重创的腐梦在存世余孽的吞吃之下再无任何反抗能力 在将腐烂之梦的内部 那些怪物差不多吃了个精光之后 怀施的身体已经庞大到这个梦境难以容纳的程度了 只不过这一部分力量的根基却是建立在腐烂之梦里 一旦脱离之后 恐怕立刻就会被打回原形 对此 怀施没什么意见 拿着小号开着天文会送来的卦 能够爽一把就已经回本了 还要啥自行车呢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梦境里已经除了轰鸣的施工巨响之外 只剩下大喇叭里别熄补的呱躁歌声 那是谁 是谁 是谁 那是工具人 工具人 工具人 背负着二五载的名义 Tilda舍弃了一切去战斗的男人 伴随着汗腔的炽热电光 头戴护目镜的别熄补扯着嗓子兴奋高歌 将二五载的汇聚一身 正义的英雄 二五载 喂 姑且不论你这个破歌词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英雄忽然从工具人变成二五载了啊 是不是哪里不太对 难道不是你吗 别稀不反问 拿着命运之书 潜伏在统侠局 简直是天才一样的创意 谁能想到未来天国谱系之主在统侠局里当闲鱼啊 说真的 这个想法真是太赞了 你现在越是亮眼 所有人就越是会不会把你联想到理想国上去 双引号 不 我只是偶尔做一座兼职而已 也是为了恰饭了 怀师挠着头思考了很久 不知道如何向别熄补证明自己主要的发展目标其实是大提琴演奏家 为什么一开始自己的画风还好好的 现在就变成了这一副鬼样子 而在刺耳的轰鸣之中 一具巨大的钢板被吊击抬起 在焊枪的焊接之下 弥补在奥西里斯胸前巨大的裂痕上 打了个补丁 不得不说 别熄补的手艺真是太特么丑了 碍眼的厉害 这里是腐烂之梦的最深层 也是原本群星号梦境所在的地方 曾经的欧盾在临死之前所存留下的最后痕迹 在绝大多数碎片坠入深渊之后 奥西里斯最后的残骸 你还是别抱有太大的期待 别熄补遗憾地摘下了汉奸面具 轻声叹息 留在这里的只有圣痕的碎片 所有的物理强化外装和配套的武器设备 几乎全都不在这里了 在天国普系的永恒之路中 所有的圣痕都是可以以物质的形态具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倘若在五阶的时候进阶为和鲁斯 那么所建造而出的便是深空的永恒堡垒 若是选择了奥西里斯 那么所显化的便是明府的审判巨人 但圣痕往往只是基础 更多的东西 都需要物质去进行补充和加装 换而言之 就是克金 如今怀师面前的明府巨人可以说已经是彻底瘫痪了 曾经理想国巨资修建客出来的浑身加衣物的神装都已经彻底失散就罢了 动力系统和外部的躯干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如今在别西部的粗暴维修之下 问题好像更严重了 治标不治本 只为了这粗暴的一时之用 就用破坏性修复的方式 暂时将它修补完整 它沉睡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现在哪怕被重新唤醒 恐怕也难堪大用 还不如简单直白的拆了东墙补西墙 让它能够带着尊严跑完最后的一公里 作为奥西里斯曾经的雷达管控 中央智能乃至附属整备师 别西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简直顺畅的要命 哪怕只有临时工具包可以动用 效率也依旧惊人 这原本就是它的职责 就应该它来完成才对 恰如外科手术那样 冷酷又精确地对待自己曾经的主人 破开外壳 取出子弹 拆分骨架 重新接续电缆 分解核心 再次重新疏通回路 修补漏洞 令它的身躯再度回归完整 在这么多年以来 它好像早已经准备了许久 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 动作就迅捷又飞快 将钢铁巨人重新拆分 又再次将它合拢 舍弃无用的四条手臂 拆解更换 修补双腿和其他的关节 血液 筋膜 骨骼 内脏 程序 乃至躯壳 等待最后的唤醒 掉架之上 别西部抛下了操纵感 后退了一步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双手微微地颤抖 害怕了 怀师问 还是说 担心欧盾拒绝你的唤醒 我不知道 我只是 别西部沉默许久 低声说 很紧张 哪怕名副激装奥西里斯重新苏醒 可却并非是欧盾的复活 顶多只不过是唤醒部分残存的意志而已 可如今的他 又该如何去面对欧盾的幻影呢 他不知道 甚至开始有些害怕 他会斥责我吗 别西部轻声问 不知道 或许呢 他可能会生气吧 怀师叹息 毕竟沉睡了这么久 又被人拉起来 一定会有很大的起床气 只是生气吗 或许还会再抱怨几句 我不太了解他 所以不清楚 怀师摇头 但我可以肯定一点 只要你呼唤他 他就一定会醒来 不论身在何处 他都回应你的声音 别西部 你是他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 怀师断然的说 他最后选择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宝物 不是这个残缺的梦 而是完整的你 他那么相信你 你也应该相信他才对 别西部沉默了许久 回头看向他 最后再提醒你一次 经过这一次粗暴激发之后 奥西里斯的圣痕最后还能剩下多少我也不清楚 到时候你可不要心痛 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心痛了 搞快点 怀师叹了口气 抬起双爪 抓住了面前无数电缆纠缠而成的握柄 接下来就是他的任务了 用自己从腐梦那里吞吃来的所有原质 为奥西里斯进行功能 在全盛时期 奥西里斯的能源是从高纯度致密原质结晶体取出的至上精粹 在启动时 每一秒钟都是好几个亿的美金在焚烧 如今换成工具人怀师 就好像战斗机的燃料从航空汽油变成没有一样 不仅型号不同 而是作为能源而论实在太不具有性价比 哪怕奥西里斯有备用的能源转换装置 可依旧有些勉强 连别吸补都不确定这一套方法是不是可行 总要试试 对吧 怀师摇头催促道 搞快点 否则你敢步上末班车了 用不着你来说 别西部深吸了一口气 拉下了电闸 地狱歼灭机装奥西里斯 充能开始 那一瞬间 奥西里斯暗淡的眼瞳之中 忽然亮起了隐约的光彩 紧接着 怀师感觉自己的手里握住了一个黑洞 等等 自己是不是考虑得不太周全 她的心里慌乱了一瞬 紧接着 便忍不住地发出了凄厉的咆哮 龙吼 狂乱的电光从她的躯壳之中升起了 宛如暴风雨云中的雷暴那样 千百道炽热的电弧痛苦地鞭榻向了四面八方 在怀师放开元智的瞬间 就感觉到元智洪流从她的双爪之中呼啸而出 炽热的光芒从无数线缆中亮起 紧接着是无数过载的高热 不知道多少吻压气在瞬间爆发出刺眼的火光和浓烟 在奥西里斯本能的抽取之下告一终结 就连怀师都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 眼前发黑 而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 自己开始缩水了 伴随着元智的散意 无数鳞片从她的身体之上脱落 而她原本庞大如山月的身体也开始渐渐地开始了收缩 取而代之的 是奥西里斯的双目中渐渐亮起的炽热灰光 好像沙漠中冰死的旅人在渴求着泉水那样 在低沉的轰鸣之中 中央总控系统终于自沉寂之中渐渐苏醒 驾驭着无数传动的电流 开始新一轮的自检 5% 别西部回头 兴奋地呼喊 怀师 加把劲 奥西里斯正在苏醒 怀师根本听不见她在说啥了 在奥西里斯的双眼亮起的瞬间 她感觉到面前沉寂的钢铁巨人猛然抬起头 凝视着怀师的面孔 伸出手 抓住了她的手腕 紧接着 她就被浑身窜身而起的恐怖电流所吞没了 好像在瞬间被黑洞所吞吃 再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就好像她已经融化在了原汁之中 随着那浩荡洪流在无尽的电路之间奔行 一路洒落光芒 照亮无穷尽的黑暗 最后 在炽热的光芒之中升起 请听到体内鲜血流动的声音 好像海潮那样 汹涌澎湃 刚刚分解的剧痛好像只是幻觉 她重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 还有恍惚之中 那个助力在前方的身影 那个年轻的男人正低头对别西补说着什么 察觉到她的注视 便微笑着伸手 将她从黑暗中拉起 拍了拍她的肩膀 怀尸看到她的嘴唇无声地开合 好像道别那样 那个年轻的男人最后看了他们一眼 将一把小小的钥匙放在了怀尸的手中 在无牵挂 转身走进光芒之中 消失不见 紧接着 一个速冷的机械声音将她从昏沉之中唤醒 奥西里斯第一权限转移完毕 新任驾驶员登陆完成 欢迎来到名府 怀尸阁下 审判激装奥西里斯预热完毕 随时等候您的命令 怀尸睁开眼睛 看到了面前陌生的世界 好像瞬间多了数十双眼睛 她同时看到了眼前 身后 脚下和左右 同时看到了物质的色彩 材质 距离 大小 乃至属性 甚至透过了物质的外表 好像灵智探镜那样 将一切原质变化收入眼中 很快 他就发现奥西里斯已经消失不见 不 是他变成了奥西里斯 更重要的是 别西普 我刚刚好像看到欧顿了 嗯 我知道 别西普被对着他 低下头 狠狠地抹了一把脸 忽然高声问 怀尸 还能打吗 当然啊 怀尸轻声笑起来 只是冲个电而已 根本不在话下 伴随着他的话语 怀尸感觉到无数线蓝宛如雪脉一样 接入了自己的意识之中 令他感应到了无数电流所组成的浩荡脉搏 钢铁心脏的轰鸣 以及宛如冥府之风那样速冷的低沉呼吸 伴随着炽热的电光横扫 钢铁巨人抬起了沉寂的头颅 仰头 凝望着渐渐崩裂的地狱苍穹 双目中蹦射出凛冽的微光 将亦重重噩梦撕裂 眺望着外界动荡的海洋与深渊 抬起了手掌 那就走吧 我的朋友 别稀补轻声说 属于我们的时刻 就要到了 啊 今天APP开屏推了 好开心 这么有排面的事情终于轮到我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还请大家以后也多多关照 以及 十分傻逼的发现 月底好像又有双倍月票 我又又又又忘了ORZ